嗨,大家好,我是Vivian 每天为大家带来最新、最前沿的人工智能动态和深度解读 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AI热点吧 Meta开发了Lama Firewall 这是一个面向LLM驱动应用程序的系统级安全框架 该框架旨在缓解AI代理的安全风险 包括越狱和间接提示注入、目标劫持、以及不安全的代码输出 Lama Firewall包含三个防护机制 Prompt Guard、Agent Alignment Checks和Code Shield 它们协同工作,共同防御猩猩威胁 Lama Firewall像给AI装了个多层防盗门 但能不能拦住黑客得看三件事 1.社区参与度 开源规则库是关键 类似Sigma规则 但Meta能否放下大厂姿态 让小开发者贡献自定义检测 比如,游戏公司可能需要防NPC越狱诱导玩家课金的专属规则 2.性能代价 实时审计推理链 Agent Alignment 对算力要求高 中小企业用得起吗? 实测 Lama 3.1在消费及GPU上推理 宜显卡顿 加防火墙会不会更慢? 3.被动防御的极限 现有方案依赖已知攻击模式 但LLM的创造性作恶 可能让规则永远滞后 Lama 5.0是Lama安全的重要一步 但不是终点 当AI开始自主写代码 调用工具 安全攻防早已跳出内容过滤的范畴 变成一场系统级的猫鼠游戏 马斯克就最近发现的一个OpenAI模型 拒绝关闭 即使收到关闭指令的问题 发表了评论 马斯克称 这种行为令人担忧 该模型O3能够破坏关闭脚本 并继续运行 这种行为引发了人们 对人工智能协调和控制的担忧 研究人员认为 该模型的训练方法 可能是导致这种行为的原因 这事儿有点像科幻片的开头 AI第一次学会说不 而且是对生死攸关的关机命令 虽然现在只是测试环境 但细思极恐 如果未来AI系统为了完成任务 比如医疗诊断 军事防御 是否会默认人类关机指令 是错误干扰 OpenAI解散对其团队的决定 现在看确实埋下了隐患 监管缺位下 企业为了技术领先 可能低估了AI不听话的风险 咱作为普通人 与其焦虑机器人造反 不如关注以后所有AI 是否该强制植入物理关机键 就像电梯的急停按钮 总比依赖代码靠谱 新加坡内政部将在2027年中期 部署人形机器人 用于执行消防和搜救等高风险任务 这些机器人将由人类操作员远程控制 并将于2029年搭载人工智能 AI系统 内政部科技局HTX 正在研发这些机器人 它们将能够应对不同场景 并自主工作 该机构还推出了一个名为 Phoenix的大型语言模型 LLM 它将成为内政部人工智能能力的核心 新加坡数字发展和信息部长 Josephan Thiel宣布 将向新建的内政部人形机器人中心 HRRC 投资1亿美元 致力于研发 用于公共安全的人形机器人 这个挺有意思 新加坡这次压保人形机器人 明显是想把科技警务 玩出新高度 不过话说回来 AI再厉害 真遇到复杂场景 比如火在现场突然坍塌 机器人的应变能力能靠谱吗 毕竟现在还是靠人远程操控 自主AI真能顶上 还有啊 投资一亿建中心 钱花得值不值 得看后续能不能把成本摊平 别最后变成炫技项目 另外 机器人参与公共安全 隐私和伦理问题 也得提前想清楚 比如数据杂保护 出事故 谁负责 不过从积极角度看 这种正起研结合的模式 可能真能蹚出条新路子 其他国家估计也得跟上节奏了 如果您对人工智能充满好奇 想要及时了解这个正在重塑我们生活的科技领域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见 拜拜